我的观点是长大不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以前很多小时候的事 很像是做梦 虽然它是有很多偏执 疯狂和错误 但是它还是很美好 过年的时候 我和家人出去一起和亲戚吃饭 然后我爸爸坐在我旁边 他说那个叔叔静一下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只能说谢谢叔叔 然后我爸爸给我发了一条 就是说对不起 儿子 爸爸不应该去逼你去做这样的 你不太喜欢做的事情 成长它不一定 我说的这个家一号的成长 它不一定完全所有的东西 都应该按照那个方式去做 我觉得青春就是理想世界 和残酷世界最后的挣扎吧 我觉得是无关年龄的 只要我心中保持着那个童真 那份天真 我觉得我们就不会衰老 我们不会老去 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做的梦 大梦一下 成长,军 kas 启动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